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代表大吉大利 然後在整個販賣的過程當中 他一定要摸瘦 什麼叫做摸瘦 就是摸他的牙齒 那他就知道說 這一頭牛到底有幾歲了 你們現在看到了 開台第一樁奔擋原鄉 就是在這邊 這個就是我跟你們說的 已經升級更正之了 兩位先奔跟建立實戰 所以他們未來這邊開墾的過程當中 整個都是梅花路在一起分跑 那這些小朋友就是用到膠質 那下面的話就是用到檢黏 那這邊的話客人的錯就是 我們現在幫我們服務的開 山寨板小火車的這位先生他們的家 然後陳女士長 他是三空一校 當車公司的李宗盛 他們說他用到油冷車 他才來做的就是 山寨板的小火車 因為他想要來推廣我們五分車鐵道 然後他很環保 他用到的水力發電 還有風力發電 所以你們這邊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馬式團 那裡面團 他顧多頭一邊聽到說 這是做馬式團 對啦 糖果工廠 它裡面全部 那個糖果龍 甜甘的糖 對啦 化學成糖果樹 除外我們這兩頭牛都有個別的名字 這個叫做 這頭牛叫做糖果牛 然後鑽石堂的那位小朋友 所意味的這個叫做西瓜牛 除外這個就是糖果工廠 後面 來這個就是我跟各位講解的三幅龍 一日三遍的它的花朵 然後呢你們看到這個是全部用到膠質 膠質它就是先捏碎出它的形狀 然後下去燒 燒了之後再上釣 那你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就是珊瑚的 你吃了 好那我們就在這邊下車跟各位講解一下 好來讓大家下車 有在相機的 有在相機的 可以稍微來看它一下 這個最大的壁畫 這個大的壁畫 苦龍樹的四季之美 為什麼要說苦龍樹它有四季之美 因為苦龍樹它要所謂 它季節的變化 然後情形不一樣的 中間的時候它是開滿了整棵的花朵 它是呈現整棵都是綠葉 然後中間的時候呢 它就它的那個苦龍樹的展景 它呈現金黃色 到冬天的時候它就吸在裡面 我如果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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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開花就開了 所以勒 可能它就是春花 夏休 秋歌 冬天 帥哥,站起來好 這個鞋頭都自己穿